大家好 今天是十月十六星期三 十月的市場經過昨天的少許反覆 形態上出現一個先高後低的情況 因為高位是7日的26,870 低位暫時是15日的26,127 雖然這個形態出來了 但要留意的就是 只有743點的波幅是不夠的 所以如果今個月整個月的波幅 有1,000或1,200點 意味著指數最終不穿頭就一定是破腳 破腳是怎樣 其實也不需要那麼擔心 因為指數由9月25日的低位23,124 升到11月25日的高位27,040點 八個星期升了足足3,916點 出現技術上的調整 我覺得很正常 但事實上直到現在這分鐘 最低最低的那一刻 都是見過26,127點 即是跌了913點 相對升幅來說 只是23% 好行的 所以要留意的是成份股 如果稍微有少少買盤入市 包括匯控、友邦 或是阿里巴巴、騰訊等等 稍微做好一點 不排除指數 又會回到12、10天線流上 甚至會試試今個月的高位 所以情況未必會太差 它的高級 中文巨星